为什么网上吵架的结果常常是 你看我傻屁我看你傻屁呢 因为很多人往往把事实陈述和观点陈述混为一谈 我举个例子啊 下面是一些论述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餐馆中预知菜的占比越高 世界粮农组织认为 转基因农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中成药或者汉方药的有效性 通过了严格的大样本水机双盟对照实验的检验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177个成员国中 中国是唯一批判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国家 有很多人听到我上面的这些论述啊 马上就会火冒三丈 认为说这话的人呢就是个坏人 这就是典型的因为无法区分事实陈述和观点陈述 而导致的心理状态 什么是事实陈述呢 就是描述在客观世界中可以被证实或者被证伪的东西 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而改变 用更学术化一些的名词呢就叫做客观断言 前面的那四个论述啊全都是事实陈述 也就是客观断言 换句话说 前面的这四个陈述要么为真要么为假 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无法改变 除非论述的人明知为假 却故意造谣 否则的话 阐述一个不因我们的喜好而改变的事实 与人品有什么关系呢 只有那些可以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而随时改变的陈述 才被称为观点陈述 比如说有人说 哈马斯杀平民的行为是一种血在血藏的狭义精神 这就是一种观点 我可以因为这个观点而讨厌他 当然某人也可以因为这个观点而喜欢他 这都没毛病 但如果因为我说世界粮农组织认为转基因农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 某人就说我良心大大的坏 那我们就只能互看傻X了 我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 假如有人不喜欢 可以努力去证为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实 我前面说的三个事实陈述 我再复述一遍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餐馆中预制菜的占比就越高 目前没有任何一款中成药或者汉放药的有效性 通过了严格的大样本随机双盟对照实验的检验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177个成员国中 中国是唯一批判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国家 好了 假如你听完我刚才上面三个陈述 依然让你火冒三丈 你骂我是坏人 那很遗憾 说明我今天这期节目失败了 我依然没有把事实陈述和观点陈述的区别跟你讲清楚 这是我的错 我是傻屁 你开心就好 科学有没有禁区呢 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的观点是 科学没有禁区 只有技术才有禁区 同样的道理 科学从来没有给人类带来过灾难 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都是技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 而技术的目的是创造出有使用价值的工具 科学是一种认知 技术是一种行为 科学的成果都是纯理论性的 用论文就可以表达出来 比如牛顿运动三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 相对论 进化论 元素周期表等等 这些都叫做科学发现 它们反映了我们人类对宇宙自然生命的本质规律的认识 而技术的成果则需要有实际的体现 它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创造出更好的工具 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爱迪生发明制造白痴灯 特斯拉改进交流书电系统 这些都是技术发明 它们体现了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 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这是一个事实陈述 不因为我们的喜好而改变 搞科学的人叫做科学家 搞技术的人叫工程师 当然有人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 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 不要迷信科学 要警惕科学 不要唯科学论 科学是一种新宗教 我们要反思科学等等 但每次我跟他们一聊细节 我就发现 他们嘴里的科学 往往指的是代表应用的技术 而不是代表认知的科学 最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有领导说 科学理论也应该百花齐放 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 未必就只能有一个科学理论 可以长期共存 那么你同意这位领导的观点吗 请你留言告诉我好吗 好我先说一条 这两天热点的消息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团队 遗受实验环境和世纪影响 致多人患癌 我想请问大家 这条消息的信源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说是腾讯网 是今日头条 网易新闻 是某个微信公众号 但如果较真的话 这些都不是信源 因为信源指的是信息的最初来源 只有找到了最初源头 我们才能把它叫做信源 这条消息的信源 其实是11月7号11点57分 有一个微博的匿名用户 在新浪微博上发的一些 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 好我继续来说第二个消息 中山大学孙一仙纪念医院 回应了网上的传言 他们回应的内容是 我省略了 那我想请问这条消息的信源是什么 没错 这次我估计你很快就答对了 信源是中山大学孙一仙 纪念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因为他才是该消息 第一次被放出来的地方 所以今天想告诉大家的知识是 为了不产生歧异 信息第一次发表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手信源 其他所有转述这个消息的地方 我们把它称为二手信源 只有一手信源才是最真实准确的 所有的二手信源 都有可能提供了不真实 或者不准确的信息 例如转述错误 信息丢失 过度解读 甚至端章取义等等 当然有可能错误 它不代表一定是错误的 事实上二手信源的可靠性的差异 也是很大的 大多数时候 我们如果只粗略判断 某篇文章的可清度 可以不用查证具体的内容 只看它的信源 是以一手信源为主 还是以二手信源为主 你大致就能知道 这篇文章作者的用心程度了 知道信源的概念 是我们辨别信息真伪的第一步 万分重要 那么有了信源的概念后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才能去 甄别信息的质量呢 关注我 下一条短视频告诉你 我想请问 当你从不同的信源渠道 获得了两条互相矛盾的信息时 我们该如何大致判断 哪个信息更可耗一些呢 比如说 你看到下面这两条 互相矛盾的信息 我们来听一下 好像你多嚼这个槟榔啊 有可能致癌 其实早在2003年 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就发表报告 把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 和烟酒 披霜等致癌物 列为同一类 刚才得到信息呢 是CCTV13的信息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消息 CCTV2的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次槟榔产业遭受重挫 就是由于前一段时间 有媒体报道说 槟榔会致癌的 这样的一个传闻而引起的 曾奎华 原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合面外科主任 脚槟榔本身问题不大 但是脚槟榔要是给烟 合在一起脚 这就是一个致癌的 好了 都是CCTV发的消息 但是这两个消息 看来是互相矛盾的 而且呢 两个CCTV得出观点 他们的论据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世卫组织下的 国际癌症研究协会的 研究结论 而另外一个呢 则是某个医生口述的观点 一般来说啊 信息的可靠度 与这条信息的信源的可靠度 是成正比关系的 通常情况下 越是可靠的信源 它发布的信息 越值得我们信任 那信源的可靠度呢 可以用信源金字塔 来快速地判断 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的信源等级越高 也就是越往金字塔尖方向走 表示它的可靠程度也就越高 你可以暂停一下 仔细看 我就不念了啊 槟榔致癌的信源是一级 槟榔只有和烟一起 侨才致癌的信源呢 是七级 一级和七级互相PK 基本没有悬念 七级青铜被一级黄金标杀 当然必须说明啊 这只是一个帮助我们 快速鉴别信息可靠度的 大致的方法 我们不能拘泥 也不能转牛角尖 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需要交叉比对 互相印证 好 那么你认为 中医点击上记载的 各种医疗信息 位于信源金字塔中的哪一集呢 请你留言告诉我 大家一起来讨论 你问我最烦遇到 什么样的杠筋啊 那就是那些喜欢把 那可不一定挂在嘴边的人 你说啊 吸烟有害健康 他就说啊 那可不一定 我二就今年九十多了 吸了至少七十年烟了 哪里猫出来了啊 你说 爱吃油渣食品让人发胖 那可不一定 我侄女最爱吃炸鸡了 但是你看她 怎么吃都不胖 那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 我们现在要努力考入一所好大学 那可不一定 没念过大学的成功人是太多了 遇到这类杠筋啊 我一般的都躲得远远的 懒得跟他们讲道理 不会用统计的眼光来看待 社会现象和客观规律 往往会死得很惨 一个不习惯于看统计数据的人 特别容易被自己的感觉所欺骗 这是因为啊 我们人人都有选择性遗忘的本能 尤其是当一个人先入为主的 产生了某一个倾向性意见的时候 那么凡是遇到符合自己预期的事情 就容易记住 不符合的呢 就容易忘记 比如说啊 有很多人认为女司机容易出车祸 随口呢 就能讲出很多的真实案例 其实啊 真正的原因是 他们只习惯于看媒体报道和刷抖音 却从来不习惯于去查一查统计数据 真相是啊 女司机出交通事故的比例 要远小于男性 但媒体报道女司机出事故的热情 却又远高于男性司机 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查查统计数据 其实很容易找到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是乌鸦嘴 或者呢 自己开车的时候总是吃红灯 排队的时候总是排在最慢的那个队伍中 真正的原因啊 都是因为我们人有选择性遗忘 或者说选择性记忆的本能 而统计思维则需要后天培养 所以啊 以后当你听到别人跟你会声会色的描述一些 令他感到惊奇的现象的时候 你不妨问一下 这是你真实统计出来的结果呢 还是凭自己的感觉做出的判断呢 如果是后者 那么很可能这只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而已 最后我们来做几个练习题 请你用直觉来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中国有多少人缴纳个税呢 一般应该有吧 真的吗 那么中国有多少人没坐过飞机呢 三四亿应该有的 你想当然了吧 中国有多少人没有出过国呢 五六亿吧 那中国有多少人具备本科级以上的学历呢 我觉得百分之三四十有的嘛 现在大学生拦大些了 真的是这样吗 好 答案请见评论区置顶 先后关系不一定是阴谷关系 比如说每天机叫之后 天就会亮 但天显然不是机叫亮的 两个事件之间它们没有英国关系 机叫和天亮之间的关系 人们很容易判断 但有些事情就不那么容易判断了 下面几件事情啊 我想请你判断一下 它们仅仅是先后关系呢 还是它们同时具有英国关系 昨晚我替被子着凉了 和今天早上我感冒发热了 今天我感冒了和饭后我喝了碗姜汤啊 感觉就好多了 今天我发烧了和晚上捂了一身汗 结果烧退了 早上刮着车多了和结果呢 我的嘴角啊 起泡上火了 早上上火了和中午喝了一大碗凉茶 火消了泡没了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 前面的五个例子 其实啊 它们全部都是先后关系 没有英国关系 你说我咋这么肯定的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 感冒的原因是感冒病毒 发热的原因是人体的免疫反应 姜汤不能治疗感冒 武汉也不能退烧 瓜子更不会导致追焦涨泡 凉茶也不能治疗追焦涨泡 你如果不信啊 可以自己找个有医师症的医师 来求证一下 或者呢 在网上仔细的检索一番 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件 必须符合先后关系 但是符合先后关系的两个事件之间 可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 得了癌症 但是后来呢 他的癌细胞啊 又全部都消失了 也就是病好了 于是呢 关于他癌细胞消失的原因 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 就有了无数个版本 比如说啊 是某家大医院的主人医生给治好的 他是看了一个老中医给治好的 他是某个寺庙的主持给治好的 他是练习了瑜伽术给治好的 他是换了个三清水秀的地方 住了几个月就好了 最夸张的是说啊 他晚上做了一个什么奇怪的梦 第二天病就好了 后来我就发现啊 所有这些版本发生的事件 其实啊 全部都是真实的 也都是在他的癌细胞消失前发生的事情 但就因为他们符合了先后关系 所以呢 就被当作是因果关系在传送了 其中不同传送分支 会不断的强化其中的一个原因 以至于到了最后就只剩下这一个原因了 其实任何一个事件 都不能当作是他癌细胞消失的真正原因 很可能真正的原因就是他自愈的 虽然听上去很神奇啊 但癌症确实也是有可能自愈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癌症的免疫疗法 不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 我们是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的 自愈也是一种疾病痊愈的可能性之一 我们懂得了先后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在生活中你就不容易轻信 某些似乎很有道理的宣传了 一个广告公司宣称自己的客户在签约后 他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00% 其实啊 这只能证明先后关系 无法证明因果关系 在生活中啊 我们特别容易把因果性和相关性给搞混 例如啊 我们经常听到啤酒肚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啊 喝啤酒会导致人发胖 肚子变大 而且通过统计 我们也确实发现身边喜欢喝啤酒的人 他肚子往往也比较大 肚子比较大的人也往往比较喜欢喝啤酒 似乎两者之间就是因果关系 其实啊 这两者之间只有相关性 没有因果性 真正的原因是啊 喝啤酒呢 它总是伴随着夜宵烧烤 酒吧夜生活等等 因此呢 啤酒喝的多的人啊 往往是热量摄入高 运动量又比较少的人群 这个人群的肥胖比例自然也就会偏高 因此呢 喝啤酒和肚子大 实际上是相生相伴的两个共同事件 并不是喝啤酒导致了肚子大 实际上 我们只要控制热量的摄入多运动 哪怕你天天喝啤酒啊 也不会导致肥胖的 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 一定会呈现相关性 但反过来 有相关性的事件之间 并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 我再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统计发现雪糕的销售数量 与溺亡人数呈现出明显的 同高同低的情况 那这是否说明 商家销售雪糕的行为 导致了溺亡人数的增加呢 显然不能对吧 因为它们只是相关性 真正的原因啊 都是天气热 夏天一到 雪糕的销量和下水游泳的人数 当然就都会提升 所以呢 溺亡人数升高也就不奇怪了 请大家记住啊 我们平时阅读到的 绝大多数的软广告啊 其实都是在用相关性来取代因果性 来误导我们 想要确定有相关性的两个事件之间 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往往需要通过非常严格的科学实验 才能最终确定 比如说 在医学上 我们要确定某种微生物 与某种疾病之间有因果关系 我们就需要通过下面这四个 严格的科学实验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要能从病人身上分离出这种微生物 第二步呢 分离出的微生物啊 能够在体外单独培养繁殖 第三步 把繁殖出来的微生物植入到动物身上 动物能够产生和人类似的症状 第四步 就是要从发病的动物身上 又能分离出这种微生物 好 经过这严格的这四步 被称为科学法则 我们才能确定一种微生物 和一种疾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生活中啊 我们想要找出某个事件的原因 不要想当然的 就认为是那个相关性最明显的事件 你需要先找出所有与之相关的事件 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设计实验来逐一排除或者验证 为了收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 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时呢 我们不要轻易建立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经常听到有人振振有词的反驳我说 听上去很有道理啊 其实并没有道理 因为我如果批评的是 对方论证过程中的逻辑谬误 那么其实呢 是不需要对内容本身的对错进行评价的 论据哪怕再正确 论证的逻辑出错了 结论也依然是错误的 就好像同样的食材 我们炒菜的次序不一样 那出来的东西的味道 那就千差万别了对吧 逻辑谬误分成两种 今天呢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 叫形式逻辑谬误 科学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理论 往往一开始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接受 因为我的理论 现在也不被主流接受 所以我的理论也是伟大的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逻辑谬误了 真命题的逆命题啊 它不一定为真 你的上半句呢 是一个真命题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对的 但是啊 如果你把它反过来说 那可就错了 穿山甲很善于钻洞 所以吃穿山甲的鳞片就可以帮助同乳 我这款19用了67微中药 每一位在药点上记载有某功效 所以这个19就至少有67种功效 你呢 这又是把部分具有的属性 当做是整体也具有的属性了 或者我们把它反过来 把整体具有的属性 当做是部分具有的属性 这些啊 都是妥妥的形式逻辑谬误 老汪你嘴角长抛了 吃啊吃啊 你昨天吃了很多瓜子吧 是啊是啊 就跟你说了瓜子吃多了上火 你不信 你看你上火了不是 你这个又是典型的 叫循环论证 就是把带证明的结论啊 包含在了证明的过程中 你要证明的是瓜子和上火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不是因为出现了上火的结果 就证明了上火的原因是吃瓜子 那我昨天吃瓜子的同事还喝了一罐王老吉呢 你总不能说 我是因为喝王老吉上火了吧 这类形式谬误啊 不需要我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只需要分析观点的论证过程就够了 因此呢 当有人指责别人啊 你不懂不要乱说 或者啊 说你没学过什么 就不能批评什么的时候啊 他本身就已经不讲逻辑了 因为对于形式逻辑谬误 是不需要关心具体内容的 我们应当听清楚别人批评的到底是什么 再判断他批评的内容 是属于形式逻辑上的批评呢 还是专业内容本身的批评 这时候啊 我们才能继续说他有没有资格批评 否则呢 那就变成了人称攻击 攻击人家的人品了 攻击人家的学历背景了 对吧 那除了形式逻辑谬误以外 还有很多非形式逻辑谬误 关注我 下一条告诉你 逻辑谬误除了形式谬误以外 还有很多非形式谬误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全球变暖当然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如果说我们人类活动造成的 那么我们人类是不是就不能活动了 你这个叫做数据结果谬误 用一个观点的成立 或者不成立的结果的好坏 来证明这个观点是否成立 现代医学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你这个叫做稻草人谬误了 故意用一种错误甚至是滑稽的方式 说出别人的观点 然后再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如果你头痛去医院检查 现代医学要治疗的 很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 而一个人脚痛很可能是痛风 这时候的治疗方案 跟脚很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而是要减少飘零的摄入了 我每次鱼刺卡喉咙喝一口醋马上就好了 这说明喝醋能软化鱼刺 你这个叫做简单归纳谬误 在统计学上样本太小 或者样本不具备广泛代表性 是不能得出结论的 个人的感受更不能得出普遍的规律 实际上鱼刺卡喉咙喝醋 那是错误的 我们猫星人从来不随地大小便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这是你们的猫星日报 上面就写了 你们有一个猫星人随地大小便 还被关了起来呢 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猫星人 你这个就叫万能定义法 随时用结果来重新定义原因 凡是随地大小便的 就一定不是你们猫星人 对吧 你太狡猾了 你还不如说 这世界上没有用医 因为治不好病的人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医生 是不是 我真的难以想象 就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 人类就能登陆月球 对啊 这就是你为什么 没有成为科学家的原因啊 我难以相信 古人怎么可能建造出 金字塔这样的旁人大物 你这个逻辑没有误啊 就叫把无知当证据知道吗 自己没有看见或者不知道 就肯定认为那是假的 朱院士说 量子力学证明了人的意识 决定了宇宙的存在 可是朱院士 他是化学院士 他不是搞物理的呀 他们都叫科学家 你这个就叫做 宿注无关权威谬误知道吗 科学家 哪怕他再有名 脱离了他本专业的领域 那也就和我们常人一样 有可能犯常识心的错误的 哎呦不好 我突然肚子疼 我想去上厕所了 你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啊 把偶然当必然 无限放大偶然事件的发生次数 用最后导致的可怕后果来作为证据 来反对某个观点 其实啊 我最讨厌用 人人都这样来逃避自己的责任的人了 你从来没有逃避过责任吗 有当然有嘛 那你有啥资格说 这个啊 你又犯了对人不对势的这个谬误了啊 反驳我的观点的时候 不关注观点的内容本身是否有道理 而是转而指责我的人品 这个大家不要互相比赖好吗 你以为我钢筋的成猴是白来的吗 你还真的是钢筋啊 不过我也不讨厌你 很多普通人呢 跟你的想法都差不多 当然不希望 美国日本人也有好人嘛 你这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 叫虚假两难错误知道吗 给输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二元选择 人为制造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 刚才这些例子啊 都是一些非形式逻辑谬误的例子